台北市推动公车专用道多年了 那新北市的部分则是因应了捷运环状线在同车之后 板桥的公车站一带会出现庞大的车流量 因此是选定在板桥文化路披荐第一条的公车专用道 预计12月17号会进行启用 新北市第一条公车专用道 新北市交通局已经在夜间车流量较少的时候进行施工 预计会在文化路往台北市的方向 明泉路到新站路路段的空间 以分隔岛和车道调整规划 外侧两线的公车专用道 预计12月17号会启用 要提醒驾驶人小心了 一般的车辆行驶在公车专用道 最高可以开罚1800元